公投告急,爭民主,靠你一票 受盡打壓的五區公投運動,就盡最後努力拉票 不可以永遠等待,等當權的人欣賜一個公平的選舉給我們 你想想,如果超過一百萬人出來投票,還不能死? 死定了 我們作為家長,作為長輩的,一定明天出來投票 為我們的孩子去投票 面對中央,政府和保皇黨的打壓 預計投票率介乎22%到29% 和公社兩黨的預期目標差很遠,形勢相當危急 曾經作為公務員之手的陳方安生 就罵曾蔭權閃閃叔叔發聲明不會投票 我從來沒聽過任何一個政治領袖 是能夠帶頭出來揮改一個合法的選舉 令香港成為國際自由社會的大笑話 不想香港變成一言圖 不想受壓於這些指示 我們明天就要出來用我們手中的一票 五月十六號那個補選 我希望大家一定去投票 因為不是政治為我們將來的民主 希望早點來香港 國內十三億同胞 也很想見到香港有民主 在外地訪問的陳一軍書記 今早會趕回來投票 他希望香港人爭氣,支持公投 大專2012就在戲院外面 向體員維多利亞一號的市民派傳單 呼籲他們投票 踢走特權,打倒地產商壟斷 而今天的城市論壇會談公投 班維園阿哥已經吹定雞 呼籲多些人逼白維園 由去年7月提出 到五個議員辭職再參選 公投運動已經去到埋門一腳 香港人是時候站出來為民主政制 做一個傳聞公決 稍等見 郭哥 大愛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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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